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账号关联店铺关联诚识 我们主要是从什么是关联,关联后果,关联的网络因素 以及硬件因素,信息因素来讲 首先第一个账号关联后果是什么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关联 亚马逊规定的一个卖家只能拥有一个店铺 而关联是指亚马逊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卖家相关信息 通过匹配相关因素判断多个店铺账号是否属于同一卖家 那么关联的后果有哪些呢 后果一,相同站点的几个账号关联 如果每个账号卖的东西如果有交叉相同的 一般会被强制下架 那个新建账号的全部listing 后果二,相同站点几个账号关联 如果每个账号卖的品类都不一样 而且账号表现都不错 那么就有可能全部存活 但是呢,这也不是一定的 后果三,任何站点 如果关联一个已经被关闭的账号 那么这个账号一定会被关闭 嗯,关联的网络因素 也主要是有IP地址,浏览器指纹,cookie 邮件图片flash,外部网络架构,远程谎问 IP地址能查询的话 我们会有在有可以专门的查询 然后有很多工具 动态IP呢,是手动切换 自动切换 静态IP呢,是租用IP 集群配对 那么有一些问题呢 就是,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隔壁办公室的亚马逊账号怪了 我的会不会中招 那么这答案呢 就是多个因素决定 一切求稳 学员之间别随便换电脑 就用就行 在公司内一定要严格操作账户 使用虚拟主机 不要在虚拟主机内登陆其他账户 也不要在虚拟主机外 登陆虚拟主机内的账户 公司在公司外呢 尽量不要在公共 不要在公共电脑和其他未知的电脑上 登陆账户 也不要在公共网络环境 或者是未知网络环境中登陆账户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 登陆过一个账户 就不要再登陆另外一个 最安全的呢 是一台全新的电脑 一根全新的网线 一台全新的手机 一张全新的手机网卡 登陆一套账户 不要在其他地方登陆 能用虚拟机主机或者其他的浏览器之类的 就不要再用自由的设备和网线 浏览器指纹 有的时候浏览器指纹呢 就是当你使用浏览器访问某个网站的时候 浏览器必定会暴露 某些信息给这个网站 只要你基于 http协议访问网站 浏览器就必定会传输这些信息给网站的服务器 通俗来讲就是 你浏览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必定会在这个网站上留下你的信息 直白一点说呢 就是假如某某网站没有采用指纹追踪的技术 那么你可以在该网站上注册若干个账号 当你需要切换身份的时候 只需要先促销账户 进口浏览器的cookie 然后用另外一个账号登录 网站是看不出来的 一旦网站采用了指纹追踪的技术 即使你用上述方式伪造马甲 但因为你用的是同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指纹相同 网站的服务器软件可以猜测出 这两个账号其实是同一个网民注册